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章 第二章叫大象党人 这个达象党人说这个达象呢 是个地方 就是一个街 一条街巷的名字叫达象 党人这个党 其实就是古代的一个单位 一个一个 就好像咱们今天讲 多少人是个村 多少人是个乡 他们是多少人是一岛 所以这个达象党人 说白了就是达象村的人 达象乡的人 就这么个意思 有个人就讲啊 说大哉孔子 博学而无所成名 这个句子简单的 直接的翻译就是 孔子真是伟大呀 他的学问如此的广博 却没有任何一项 可以使他出名 这句话大家觉得很矛盾 对不对 这伟大什么 这不出名伟大什么 这个句子呢 往往有两种解释 一种理解是 达象党人由衷的赞美 说孔子太牛了 牛到什么地步呢 什么都会 甚至什么都精通 精通到 大家没办法说 孔子更精通什么 以精通什么出名 你辨别不出来 因为他什么都精通 你说不出来他精通 就是大家提到孔子 不会说 那个射箭最好的人是孔子 不会这么 不会这么讲 因为他什么都特别好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理解 当然还有一种人理解 就是讽刺孔子 前面那个大哉孔子 是带着讽刺的 你说你真牛啊 你什么都会啊 但是你没一个出名的 叫样样通 样样稀松 对不对 感觉是那个感觉 那哪一种更合适呢 实际上 我个人比较赞成的是第一种 就是达象党人 跟这个在外面讲 说孔子这个人真是厉害 什么都特别精通 博学而无所成 这是他的这个前半句 我们来看后半句 后半句有意思 后半句说 子文之 孔子听说了这个事 为门弟子曰 就跟他门下的弟子说 无何值 值就是拿 在这里面 你不要翻译成我拿什么 其实就是 我要去做什么呢 那你不是让我 就是按理说 如果我真的要有所成名 对吧 我去干什么事呢 值欲乎 值舍乎 我是去驾车吗 还是去射箭呢 无值欲义 我觉得我驾车好了 这个句子历来 很多人不明白 说这啥意思 怎么就突然间 孔子跟他门下的弟子说 我干啥呢 我是驾车还是射箭 要不我驾车吧 这个跟他的博学 无所成名这些是什么关系了 实际上你要理解这个句子的 你就需要知道 欲跟射 这两个东西 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很好懂 欲有什么特点 大家今天都开过车吗 你觉得一个开车的人 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你们开过车吗 开车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开车的人是什么样的 专注 开车的人是专注的 开车的人是盯着一个东西 专注的 不动的 开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开车最重要的是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开车 驾车最重要的是博 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孔子其实在用欲和射 来 来代表两种不同的状态 一种是驾车的时候的状态 就是你什么都得管 你还得管这个前面的马 还得管方向还得管这个管那个 而且你的精神是注意力集中的 但绝对不是盯着一个事 死磕就完事了的 不是这种 欲是要驳的 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 但是射不是 射箭是什么样的 是心无旁骛 只有这一件事 其他的我通通都不管 这叫射 大家现在读懂了没有 欲代表的是博 射代表的是砖了 孔子说我做什么呢 我是到底是要去驾车呢 还是要去射箭呢 我觉得我还是驾车吧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我这么一讲 你们是不是忽然开往 突然间就懂了 就是当别人跟他讲说 哎呦孔子真是厉害 他怎么能够什么都会 完事之后 这个竟然样样都精通呢 孔子听完之后说 因为我在这两个事里 我更加倾向于 我觉得哪个更好 我觉得还是博更好 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不要 不要让自己盯着一个事上 成为一个专才 这个也特别符合 孔子的哪个观点 大家知道这个 特别符合孔子的哪个观点 君子不起 是不是特别符合这个观点 对吧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尽可能让自己更开阔一些 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狭窄的人 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工具人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呢 孔子其实是用欲和赦 这两个 就我们当然讲叫六亿 六亿当中的两种很重要的意义 用这两种不同的状态 来代表薄和专 孔子说 我是一个倾向于薄的人 无何值 值欲乎 值舍乎 无值欲义 他说我 你觉得我是走哪边 我是走这个驾车的呢 还是走这个射箭的呢 我觉得我会走这个驾车的这条路 所以通过这个我们就知道 孔子确实是一个全才 孔子是一个全才 所以大家要知道 孔子在今天的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我们是误解了孔子的 我们总觉得孔子就是一个 文周周的老头 对吧 这个一肚子学问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孔子是一个全才 孔子武艺高强 孔子射箭技术极为高强 礼记当中 讲到 孔子 专门在一个地方射箭 秀他的射箭技术 观者如堵墙 就是大家过来围观的人 像围的跟墙一样 就孔子的技术极其高潮 这是为什么孔子在活着的时候 就有人说这个人 简直是个圣人 简直是天生的 你知道为什么在那个论语当中 出现那么多次 孔子要反复的强调 说我不是个圣人 我不是生而知之者 我是后来努力学的 是因为他什么都特别厉害 他什么都特别厉害 你放在今天恨不得就是 这个人又是 全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完事这个人又是散打冠军 你敢想象吗 这人是射箭的奥运冠军 完事对吧 所有的六翼全部都通 然后就没有什么他不知道的 所以大家就会自然而然觉得 这是一个天生的生日 但是其实他是后天学的 所以这个孔子在当时的特点 就是博学而无所成名 博学而无所成名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 学了这么多东西 却还不出名 不是 而是他太博学了 而且每样都学得太好了 导致你根本没有办法 去说他是有哪一项出名的 他是样样出名 样样都厉害 这是这个9.2里边讲到的孔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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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